在人世间,最复杂也最需要学习的事情,就是如何与人相处,无论我们身处何地,总会有社会关系的纠葛,即所谓的江湖,在这个江湖中,我们的行动和选择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。 曾经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曾经对他的儿子张学良说,江湖不是打打杀杀,而是人情世故,这句话遇含的深意是,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都无法逃脱人情世故的影响。 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人情世故,我们的祖先留下了许多智慧的教会,其中一句就是,钱不计二。 酒不喝三,路不走四,这些教会具有深远的智慧,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,应对人生挑战的重要指南。 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?有没有道理呢?下面就由国学心旅来为大家详细地分析一下。 记得订阅国学心旅,每天为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国学文化。 先来说说钱不借二。在人际关系里,金钱问题总是个敏感话题,处理不好就容易伤了和气。 钱不借二,不难理解,就是说,自己再有钱也不能借二种人,一种人是穷困潦倒的人,另一种是一些不讲诚信的人。 不借钱给穷困潦倒的人,这里主要指一些既穷而不想努力改变现状的人,哪怕你自己的钱包鼓鼓的,但也别随便把钱借给那些一直过着拮据生活的人。 他们现在的状况,往往不是因为遭遇了什么不幸,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懒散,不愿意去找机会改变现状。 我们常说救急不救穷,这是很有道理的。 谁都会有急事,急需帮忙和用钱的时候,这个时候就会伸手向亲朋好友借,已渡过难关。 在你帮助这些人时,就一定要睁大眼睛,好好考察着一下,看看向你借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。 如果他真的是遇到急事临时的困难,而且平时人品也不错,这时就应该及时伸手施些救助,而且过后他一定会感谢你,甚至是加倍奉还。 但如果把钱借给这些穷困潦倒之人就麻烦了,首先,他经济条件不好,属于长期贫困户,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。 所以,钱借给他们,就要做好收不回来的心理准备。 其次,这种长期贫穷,不是你借一次二次钱就能解决的,出于朋友关系。 把钱借出去,钱收不回来是小事,借钱多了,会让他产生依赖性,认为借钱生活也不错。 就失去进取奋斗之心,他会不停向你借。 如果你一旦不借给他了,他就到处说你坏话,不够意思,仿佛借钱给他就是应该的。 所以,古人认为救急不救穷,兽人以余,比兽人以余好。 也不能把钱借给不讲诚信的人,这一点很重要。 人活一事,诚信,信誉为重。 一个不讲诚信,不讲信誉的人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。 借钱这件事,简单说就是我借你,你还我,下次我还能再找你借,咱们的感情就能保持得好好的。 你出于好心,借钱给他,但这种人一转身就忘记了。 借钱时,讲的是声味俱下,信誓旦旦的好话,钱一到手就成他的了,他恐怕是根本就没想过要还。 结果可想而知,当你想要回钱的时候,他就会找种种借口不还,这时他就成大爷了,你却成了孙子。 面对这种人,不要再伸出善良的援助之手,等你急用钱的时候,就知道什么叫借钱的是大爷,催钱的是孙子。 遇到这种人,最好是远离,别再相信他们了。 再来说说酒不喝三。 酒不喝三,就是古人告诫后人,在这世上,有三种酒是不能喝的,喝了就会让你后悔终生。 一是,被人强劲的酒,这个非常重要,不可大意。 喝酒是一种高兴的活动,朋友之间在一起联络一下感情,小酌几杯也是不错的。 喝酒中,大家相互之间敬个酒也是意料之中的事,但切记,如果敬酒之人是互相不熟悉的人,对你有意敬你的人,这时就要提高警惕了。 这种酒还是不喝的好,因为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,如果不知底细,随便就喝了这种敬酒,说不定会有灾难在等着你。 在饭局上,经常会有人举杯频频劝酒,用各种话语把面子问题和酒联系在一起。 他们会说,如果你喝下这杯酒,就是给他面子,如果你不喝,他们就会变得很激动,不愿意罢休。 如果你已经喝到自己的极限了,就不要再喝下去,真正关心你的人,不会把他们的面子放在你的健康之前。 别人强烈的劝酒并不是你继续喝酒的理由,没有必要为了短暂的面子问题而伤害自己的身体。 所以,不要喝被强迫的酒,也不要为了一时的面子而逞强,让那些劝酒的人自讨没趣就好,自己无需配合他们。 二是娱乐场所,不喝花酒。 夜生活娱乐场所繁华热闹。 人来人往,各种各样的人都有,有些人就是在这种地方心怀不轨,找各种借口跟你套进户,借着酒精让你放松警惕。 等你对他们产生信任的时候,他们就会开始露出狐狸尾巴,而你已经是半醉半醒的状态,无法抵抗。 所以,疯狂的夜生活不只是对身体不好,更有可能让你陷入未知的危险。 喝酒尽量要有度,别乱喝。 三是不要喝闷酒。 闷酒,就是心情郁闷时喝的酒。 喝闷酒是不能解愁的,很多人在心里有失的时候,就喜欢借着喝酒麻痹自己,好像只要喝到自己烂醉如泥。 什么烦恼都能暂时忘掉,大家都知道曹操,他也喜欢喝酒,还有句名言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。 但他因为喝酒,差点在晚成丢了命,如果不是点为保护他,可能我们现在看的历史就不一样了。 所以,当心情不好时,不要一个人喝闷酒,这样既伤心又伤身,喝酒解决不了问题。 反而可能让你更烦更苦,有事儿,最好找人聊聊,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 最后,说说路不走私。 路不走私,人活一世,要走正道,有四种路是不能走的。 一是不走捷径,在生活中,我们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。 面对这些情况,有些人可能会想要寻找一条捷径来避开困难,捷径可能会让我们更快地达到目的。 但是,这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 比如,有些人可能会通过出售低质量的商品赚取高额的利润,看起来这似乎是一条赚钱的捷径。 但是,这样的钱财并不是通过正当的手段得到的,最终都会面临被揭穿的风险。 生活中的各种事情都是这样,我们需要一口一口地吃饭,一步一步地走路,只有当我们的步伐稳健,我们才能走过千山万水。 所以,不要急于求成。 要有耐心,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去实现目标。 二是,不要走别人的老路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我们的精力,兴趣和能力都是独特的。 所以,我们在选择人生的道路时,不应该盲目地模仿别人,而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路,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无论你选择什么行业,只要努力工作,都有可能成功。 这就是说,成功没有固定的模式,没有唯一的道路,有许多种可能的方式可以实现。 如果我们一味地模仿别人的成功,那么我们可能会忽视自己的独特之处。 忽视自己真正擅长的事情。 这样做的结果,可能是我们无法达到我们期望的成功。 三是,不走不正确的路,在人生的旅途中,选择正确的道路极其重要。 即便你以飞快的速度前行,如果方向错误,那只会让你离目标越来越远。 有时候,我们可能会因为短视,或者被欲望蒙蔽双眼,选择走上一些违背原则,违法乱计的道路,无论是为了追求财富,还是为了满足其他的欲望。 我们都不能走得过远,一旦走上了这样的道路,我们就可能会在未来面临各种后果和惩罚。 所以,千万不要等到面临严重的后果,悔恨不已的时候才意识到错误。 即使能够逃避法律的惩罚,走上错误道路,也会在你的生命中留下永久的污点。 这样的污点可能会影响你的人生,让你陷入无尽的自责和痛苦之中。 四是不能走极路,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,往往从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急躁和冲动开始,人们总是倾向于急于求成。 然而这种急躁的性格通常会导致计划的失败,因为欲速则不达,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,而且最终也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。 在情绪失控和慌乱的状态下做出的决策,往往是思考不全面,有许多漏洞,无法有效地执行。 因此,我们需要花时间去深思熟虑,理性地分析问题,这样才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。 只有当我们静下心来,保持冷静和稳定的心态,才能够理清头绪,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。 这样,我们才能够更加稳定地向前,不会走得摇摇晃晃,摇摇欲坠。 富兰克林曾说,经验是一所宝贵的学校,而傻瓜却从中一无所获,老祖宗的话都是经验的总结,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。 身处这个复杂的社会,一定要记住老祖宗的忠告,钱不借二,酒不喝三,路不走四,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,让自己远离是非,过得安宁。